税末送暖疫 台湾省会计师公会 慷慨捐赠千包百米 给南投县政府食物银行 与南投家福中心 协助县内落实乡亲 解决三餐断垂的困境 我们公会 有在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所以每一年 在那个米队 过年过年前 我们就发挥我们的 会计师 大家来 拣这个米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 先问我们国府 大家需要 为报米 我们再来 就我们的回事 大家来拣资 从我们一个 我们较弱势家庭 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个 多少个帮助就得到 台湾省会计师公会 长期以来 本着社会责任 关怀社区精神 起心动念 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持续捐赠百米 关怀弱势 让弱势家庭 在睡眸之际 感受社会温暖 藉由捐助活动 唤起社会爱心 让社福团体 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台湾省会计师公会 在王主任委员 跟李建斯们一同 到我们先政府 社会劳动处 来捐助 这个米包 白米包 一千包 这一千包 其中有三百七十包 是指定要给我们 南投县家府中心 也由家府中心 陈主委跟林主任 一起来领取 感谢他们 那我在这里要代表县长 谢谢台湾省会计师公会 他们可以说 持续训的在关照 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 经过这些米 是表示他们的爱心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得到一些 睡梦 睡梦 今天是暖冬 睡梦 圣诞节之前 能够收到这些白米 也感谢他们 去年也捐献我们三百三十包 那除了这一些之外 最要紧的是 他们的爱心 能够达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在这里我再度的感谢各位 对我们家府中心的帮助 那请您多多关心周边 所有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还是需要帮助的 平华的家庭 请您伸出援手 谢谢各位 这次捐赠的千包百米之中 六百七十包将捐赠 给县政府食物银行 另外三百三十包百米 则是指定捐赠给南投交付中心 协助县内弱势家庭 维持一定的生活食物援助 确保弱势家庭面临经济困难时 免受饥饿之苦 也期盼借由台湾省会计师工会的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企业团体共同关怀弱势 协助他们度过经济寒冬